甜美笑容 愛笑的眼睛 還有一群長腿美女 長相身材完全不輸名模 國內十八位頂尖排球女將 以排球甜心廖宜任為首 正在高雄左營國家訓練中心 積極備戰杭州亞運 要記取上一屆 只獲得第九名的教訓 立平重返四場 我覺得第一次的亞運 其實是很興奮 但是我覺得就是 批上中華隊的球衣 我覺得那個代表的感覺 就不一樣 就是我想要為中華隊取家機 可是我們從現在到亞運的期間 我們必須要更努力的去訓練 那個目標就是可以進前六 然後再慢慢進前四 然後就是目標 就是一步一步上去 就是不要一次就到達 因為目標總是沒那麼簡單 我今天的目標就是 誓言要奪牌 所以我們現在 教員不管要我們做奪復的訓練 我都吃得下 鼓勵他們 可不可以再創造一次的歷史 因為你以前的學姊 是有這個機會的 那已經經過那麼多年了 那是不是可以 換我們去創造一下 這是我跟這些小學員 去做鼓勵的 中華女排由陳玉安 執掌冰服 她在二零一八年 雅加達亞運 率領男排奪下銅牌 追平對史最佳成績 今年二月接下女排教練後 首要任務就是改變過往思維 攻擊從點延伸到面 不再局限前排攻擊 連後排都得具備攻擊能力 要打出媲美男子的快速球風 翻轉女排過往成績 加入一點男生的技戰術 演練的元素 高舉高達到單純的 所謂的垂直線的在打擊 那現在變成是立體的攻擊的話 步伐節奏改變 習慣性改變而已 那就打出來的風格 甚至於說舉球員 每一個下去的球風快或慢 節奏快或慢 整個的感覺就不一樣 我們現在打比較快速的球風 那當然我們的第一顆 就是接球倒入率一定 相對的要再高一點 我們整體發揮的還不錯 所以目前還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要繼續努力這樣 我從舉球到現在 我沒有舉過這麼快的球風 再加上我所搭配的攻擊手 他們也沒有嘗試打過這麼快的球 所以其實近來我在調這個 舉快球其實調得滿久的 算是克服了 對 然後又加上 可能學姐在跟我做搭配的時候 給我的安全感是很足夠的 每個隊員在母隊都不是打這種球風 但是現在集合到這邊 要一起打這種球風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是滿有共識的 要一起去把這個球風打好 然後去嘗試新的改變 短時間改變打法 當然需要花時間適應 幸好球隊歷經亞洲挑戰者杯 以及歐洲移地訓練後 逐漸適應快速球風 就算球員年紀分不廣 26歲的隊長陳姿雅 與最年輕的洪詩涵相差6歲 但團隊練球氣氛良好 大家都保持共同信念 為著站上班長台一起努力 我們在球場上打球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不會差很多 但是我覺得會被年輕的小學妹 那種熱血的活力帶動 像第一次進來的詩涵學妹 我覺得是她比較害羞可愛一點 所以我們會盡量用比較 有時候在場上會講一些 比較沒有營養的話 學姐互相拉著隊友 然後拉著學妹去提醒她 這個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然後一起歡呼 一起勝利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是可以 就是在可能拉著學妹起來的 那個當中是最快的 就是在比賽這一塊 我進來之後 就是其實學妹們都很好相處 然後就是在球場上有問題 還是私底下需要幫忙 學妹都是很樂意的 這一批選手 以企業排球聯賽的新科冠軍 台北精華的球員為骨幹 總共有九人入選 其中的靈魂人物廖也任 上一屆亞運 因為十字韌帶斷裂而缺席 超高人氣的她 這一次捲土重來 首次披上亞運戰袍 肩負著帶領學妹的責任 用自身的活力 成為學妹的好榜樣 我在場上很活潑 因為其實我覺得舉球員是 全部的隊友看著我的臉 所以我覺得我隨時都要保持 完美的臉讓隊友看 顏值擔當就對了 不是顏值擔當 是那個薄波 氣氛也沒有 就是我要讓隊友看起來很安心 對 因為他們看著我的臉 然後他們要去作戰 她在母隊打的球風 就是比較接近快球 然後就是我的方面就是 我不習慣 但是在平時的訓練上 她的叮嚀還是跟我們鼓勵的動作 會比較多 對 所以在不管是搭配上 還是練習上 她都是很主動的當第一個 或者是示範給我們看的那一個 女排正在經歷換血階段 年輕的球員林靜儀 洪詩涵 出身之獨不畏虎 表現獲得教練與學姐讚賞 汲取她們能激發出 不一樣的火花 我覺得其實在練排球這項目 其實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 就是因為只要你一上了場 就是沒有年齡之分 就是要把你自己的拼勁 或者是你自己所發揮的能力 都會表現出來 像我自己以前一上場 我就是很把握上場的機會 也不會想說要卻長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上了場 沒有在管年紀的 大家 你一下去 大家不會去看你年紀大小 球員們展現拼勁 不分先發還是踢補 上場就是打出自己的風格 全員眾殺出擊 要在杭州亞運 打出不一樣的 台灣女孩新風貌 我們是中華女排 請大家為我們加油